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琪为人狠 正派 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主 在南洋方城 有个老汉找张琪喊怨 说牛被恶霸给抢了 还把他家的房子烧了 张琪问 你为什么不去县里告状 老汉说他们是义国的 不敢告 张琪大怒 立刻派兵把那个恶霸抓起来 碰打一顿 县里果然来求情放人 说只要张琪放人 就送上三百块大雅 张琪拍着桌子说 欺负老百姓 就是死罪 该全部枪毙 到了抗战时期 张琪再进北一带驻守 在他的部队里 有个叫林孟平的秘书 是个地下党员 在林孟平的介绍下 张琪开始对八路军产生了兴趣 淮北区委书记邓紫辉也听说了张琪的情况 就派人去考察张琪 回去报告说 张琪不像郭敏党的观众 吃喝飘度一样不沾 关爱下属 打鬼子也是一把好手 很符合入党的条件 张琪本人也愿意入党 但是他心里有一个疙瘩 原来1941年的时候 郭敏党军队在中桃山被日军打败 张琪的部队也基本打光了 他所在军的军长跟他素来不合 就把他抓起来当了替罪羊 后来 张琪逃了出去 在社会上那么一年多的流浪汉 正要命的是 军长还到处抓他 张琪无路可去 只好去找他当年的老上级好棚局 请注意 这个好棚局也是个臭名昭著的汉奸 当时正担任为淮海省省长 张琪也是实在无路可去了 就暂时在好棚局那里当了个保安处长 虽然是出无奈 但张琪觉得终究是明节有亏 心中有亏 直到来人讲明了我党的政策 这才解开了他心里的疙瘩 准备入党并起义 而且 张琪还劝说好棚局气暗投明 最终在1946年1月9日 好棚局率部在台儿庄起义 但是 到了1946年6月 好棚局又转身头靠了蒋介石 张琪苦苦相劝 好棚局就是不听 张琪无奈 只得自己找到了组织 要求入党 但是 组织上说 你可以入党 但你留在援军队 作用会更大 图 好棚局1947年2月 华野二纵活捉好棚局 但张琪却被副司令毕书文劫持 带着两个师讨到了国统区 到了1948年9月 张琪出任国军106军282师师长 住房在长江南岸的乌湖繁昌一带 张琪不想为蒋介石卖命 就对部下说 咱们都是老蒋的炮灰 解放军才是咱们的家 在征得大部分人同意后 张琪开始准备起义 1949年2月7日 张琪带着282师5千人正式起义 然后坐船强行北渡长江 投入了解放军的阵营 4月23日 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其中就有张琪的部队 当时张琪也是第二野战军 第三兵团师军28师师长 以张琪的职务和贡献 在1955年授贤时 是可以授少将军衔的 但他在解放后就去了地方任职 出任四川自贡市长 跟军衔师之交臂 这些经历 等吴化文确实太像了 但是 吴化文每一步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而张琪很多时候都是出于无奈 并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 自然是跟吴化文有着天壤之别 1985年11月3日 张琪病逝 享年81岁 而他的同龄人吴化文 早在1962年就死了 比张琪少活了23年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108连续疗